真的很多人覺得我來自東南亞 真的有像嗎? 嗯? 但我前幾天的時候得知到一個訊息 我其實是可以去菲律賓的 因為在那個地方學英文真的無比的便宜 比起你去澳洲美國 但是各位今天有一個重大的消息是 只要準備10萬台幣 就可以去歐洲玩一年 然後今天有請老教練幫我們分享一下 你只要在台灣準備10萬塊的台幣 辦好簽證 買了機票之後過去 去了之後呢 重點有幾件事情 第一個你一定是要找工作 第二個就是要找住的地方 那住的地方要注意 你要避開什麼開學祭 或是一些什麼聖誕節 因為那個時候可能就會有很多人 都在找房子 那你就很難找到房子 因為歐洲租房子是房東在面試房客 他會面試看你的工作是什麼 看你相處起來好不好 不是你有錢就租你 他要看你是不是OK的 他才會租你 那亞洲人去租呢 比較麻煩是因為中國人在當地的名稱不太好 所以他們都會有點怕怕的 所以你要保持一個好的態度 然後有一份好的工作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那工作你說英文不好的話怎麼辦呢 你其實可以找很多台灣人在工作 愛爾蘭有很多的台灣人 但是呢 這又有點可惜 畢竟都去歐洲了 那你又做那個都在講中文的工作 你就沒有練到英文嘛 那你說英文不好的話 真的可以嗎 完全OK的 因為呢 你在那邊生活一陣子之後 你就會發現 生活當中 會用到的英文 其實都差不多 喔 久了 你聽久了你就會了 就順了 講的慢 沒有關係 你只要抓到幾個重點詞 然後你的文法不對 對不重要 外國人講中文 如果他的文法不對 你外國很在乎嗎 不會嘛 所以一樣的道理 我們講英文文法不對 不重要 意思就表達到就好了 真的不知道怎麼講 Google翻譯 但是你當時說 只要準備10萬塊錢 你說去歐洲 你有去過哪些國家 我們是住愛爾蘭嘛 然後呢 我們有去德國 英國 義大利 匈牙利 西班牙 南亞 冰島 荷蘭 比利時 比利時 哇 還有什麼 一定還有 只是我沒講到的 所以大部分時間是在愛爾蘭工作嗎 我們工作兩個禮拜 出去玩兩個禮拜 賺歐元 畫歐元 爽爆了 我們還有什麼沒講到的 好 好像這樣子 他就講到這裡了 好 結束 禮拜的春天